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古往今来,寒来蜀网,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,曾先后出现过四大天府,分别是应天,顺天,成天,奉天四府,天府,顾名思义,是天子之城。 每一座天府的故事,都是一段中华民族的绚乱历程,到如今,在看这四大天府的兴衰,当年的四府,是如今哪些城市? 读历史,您是李,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中国历史上一共出现了四大天府,应天府,顺天府,成天府,奉天府,天即天子的意思,这些天府名字的由来大多与帝王有着莫大的关系,或为出生地,或为封地,或为发祥地等可能被认为的龙兴之地。 历史上的应天府有两个,宋朝应天府商丘和明朝应天府南京,公元1356年3月,朱元璋率军攻入吉庆城,占领了这座江南战略要地。 随后不久,朱元璋改吉庆录为应天府,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,应天府成为了朱元璋争霸天下的大本营,公元1368年,江南群雄皆灭。 朱元璋于珍珠初四,正式称帝建国,国号大名,年号洪武,以应天府为南京,开封府为北京,公元1378年,北京开封府被废。 南京改称京师,静南之役后,朱棣当皇帝的童年,即公元1402年,又改京师为南京,到了公元1421年,朱棣正式迁都北京顺天府后,改北京为京师,南京应天府成为流都,此后二百多年间。 南京应天府虽然失去了首都的地位,但仍然是中国南方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与京师北京一样,设置六部、督察院、汉林院等官署机构,管理广大的南方地区,负责收取赋税并转运至京师,直至公元1645年,清军攻占应天府,而后改应天府为江宁府。 自公元1356年,朱元璋改吉庆录为应天府,至公元1645年,应天府改名江宁府,应天府在历史上存在了290年,吉庆、应天、江宁,均为金江苏省省会,古都南京的旧城, 从公元1368年,朱元璋建都应天府,至公元1421年,朱蒂迁都北京,此54年,是古都南京以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,朱蒂迁都北京后,南京应天府成为流都,此时的南京为应天府的区化级别,犹如西京长安,东都洛阳之西京,东都 是一个代方位的名词,与今天的南京意思不一样,因此,从元末年至清出近300年间,今天的南京均以应天府之名出现在历史中,这也是金南京别名应天的历史来源。 在古都南京的历史进程中,六朝时期第一次辉煌期,建康、建业作为首都前后长达300多年,而应天时期则为第二次辉煌期,古都南京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, 加上明朝是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大一统王朝,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非凡,因此应天之名可谓是流传甚广,知名度甚高,成为金南京最为人熟知的旧称之一,虽然说金南京的应天府历史十分辉煌,但是应天府却并非南京专有,也并非南京首创,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,应天府之名出现过两次,另一次出现是在北宋,比朱元璋所改应天府, 族族早了350年,五代十国时期,赵匡印担任殿前都典检,后改任归德军节度史,归德军制所位于宋州,公元960年, 赵匡印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,称帝建国,因为其掌管的藩镇在宋州,因此以宋为国号。 宋朝自此立国,宋朝第三任皇帝宋真宗赵衡在位期间,为了纪念宋州为本朝龙兴之地,于公元1006年,将宋州升为应天府,应天者,顺应天一也。 公元1014年,再次将应天府升为南京,即为南京应天府,为北宋四经之一,东京开封府,西京河南府,南京应天府,北京大明府。 公元1127年进康之难后,康王赵构辗转至南京应天府,并在此登基称帝,仍以宋为国号,史称南宋,南宋时期,南京应天府反复于宋,金之间,史属南宋,史属金朝。 金朝数次将其降为归得府,但南宋又数次恢复为南京应天府,最终在元朝初年,降为归得府,宋朝的南京应天府,即今河南省商丘市,商丘市河南省地集市,位于河南省东部,是商朝最早的建都之地,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。 2019年,商丘市地区生产总值2911,20亿元,全市户籍总人口930,40万人,常住人口733,36万人。 是河南省的人口大事,经济大事,商丘之南京应天府,与南京之南京应天府,其地位和影响力等,均不可同日而语。 就像目前的商丘与南京一样,差距十分之大,但应天府之名,商丘却是正宗,南京只能说是后来者居上,两者相比,南京更加应天。 顺天府,金北京,明城祖朱棣的皇位是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来了,自己的发家之地也是燕帝,于是永乐元年1403年,升北平为北京,将北平府改称顺天府。 永乐十八年,1420年,迁都北京,南京为陪都,清代继续沿用顺天府这个名称。 顺天府由于是首都的最高地方行政机关,所以府尹的职位特别显赫。 品级为正三品,高出一般的知府二至三级,由尚书,侍郎级大臣监管,正三品衙门用铜印,为顺天府用银印,为同封疆大吏的总督,巡抚,辛亥革命后,1914年改顺天府为京兆地方,设京兆隐,直到1928年,国民政府定都南京,撤销京兆。 成天府,今湖北中详,嘉靖皇帝诸后聪和明成祖朱弟一样,都是藩王继位,不同的是,嘉靖不是造反夺位的。 正德十六年1521年4月20日,明武宗诸后召驾崩,由于武宗死后无四,也无亲兄弟。 所以才由晋知的皇室,武宗的堂弟诸后聪,继承皇位,即明世宗嘉靖皇帝。 由于嘉靖皇帝的皇位,不是他父亲手里继承的,属于藩王继位,所以,皇位的合法性,还是存在一定的质疑。 所以,嘉靖皇帝不顾大臣反对,强行追封父亲兴献王朱又元为宪皇帝。 同时在明家靖十年,1531,生安禄州至成天府,至中祥县,兴献王朱又元的封地。 改周为府,虽为理官所言如凤阳故事,洪武七年中立府改名凤阳府,但将故里,定名成天是为了尊贤所生。 是要与北京顺天,南京应天,相提并论。 成天府,今台湾台南。 南明永历十五年十二月,一六六二年一月,严平郡王郑成功打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后,为统辖台湾行政而置成天府于赤倩城,取泉州佛寺成天为名。 永历三十七年,清康熙二十二年,一六八三年,施郎攻下台湾,清廷费成天府,改为台湾府。 凤天府也有两个,一个在现在的湖北武冈,是后明时期所设的,另一个在辽宁沈阳,是清朝时设立的,南明凤天府武冈本是一座小城。 又无地理优势和经济条件,本不会出现在四府之中,但1647年,南明的刘承印邪天子以令诸侯,将当时的皇帝朱油郎挟持到了武冈,借皇帝之口,下令改武冈周围奉天府。 这才由此得名,同年八月,清军入驻武冈,将奉天府改为武冈,这才结束了武冈大半年的首都历史。 如今的武冈依然是一座小城市,这里物产丰富,所产铜鹅、齐城、卤菜、米花、豆腐四项文明,辣酱更是广销海外。 戏曲文化和民间舞蹈有几十种之多,最为出名的有武冈阳戏、墨偶戏、鱼谷等。 这里的人们安居乐业,早在1625年,努尔哈赤将都城从辽阳迁至沈阳,预备入主中原。 沈阳对于清朝的意义非凡,是发迹之地,皇太极掌权后开始大规模修建沈阳城,遵沈阳为圣经,建立圣经八门,后顺旨设圣经为奉天府。 到1912年,清朝父王,奉天府也随之废除,沈阳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,成了奉系军阀的首府,沈阳资源丰富,地处东北中心,建国初期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,如今的沈阳拥有142个工业门类,六朝旧事随流水。 看见四大天府的兴衰历史,每座城市都有着各自的故事。 有人的地方,才有城市,这些城市的历史,讲述的正是生活在这里的人,如今的这些古都,在新的时代里的功能划分都各有侧重。 交通枢纽,政治中心,经济中心,重工业发展中心,或仅仅只是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小城市,只要这里的人们生活幸福富足,城市就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。 看了小编的介绍之后,大家有没有觉得不管是哪个天府,都有着非常浓郁的政治色彩,几乎每一个都是几个朝代的政治中心? 古时候的四大天府,不知埋藏了多少的历史,不知道四大天府是不是你的家乡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